欢迎收看5月31日星期三 星期三不是星期日 EJ Market 我是范巧瑜 放月一日加回来 今天是5月的最后一日 至于昨晚美股放完长假之后 昨晚的表现都是呆呆滞滞 由于油价一度急跌 拖累的能源股是受压的 但到最后导致都只是微跌了50点 收市去到21,029点 纳斯达指数跌了7点 收市去到6,203点 最抢颈莫过于亚马逊 曾经高位去过多少? 1,001美元 另外Tesla也在创新高升了3% 等腾讯因为他是Tesla的股东之一 等他开心 但市场的焦点可能会回到美国转到欧洲身上 澳洲央行下周四会议息 传出会商讨退市和上条经济评估 传出退市的议程和行长德拉吉重申 无意提前结束量化宽松的政策口吻有些差别 所以搞到昨晚欧元都啄啄的 先跌后反弹 昨晚的英镑都是跳过水的 因为有民调指英国手上文翠西的保守党 可能会失去英国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 6月8日会举行国会选举 另外二大方面也有可能提早在今年9月之前 会举行大选 所以欧洲方面都要盯紧一点 刚才提到今天就是5月的最后一日 5月份整个月份体一点都不窮 还很聪明 一直创二十多二十二个月的高位 最近这一阵连升了7日 6月份 接下来有几个因素要注意 问过沈庆红 他说其中要留意着 就是美国月中会议息 另外今个月就会进入 慶回归二十周年如火如荼的阶段 可能都有些维稳的憧憬 另外还会炒一下A股入魔 《讯报》今日头条就说 在新加坡的A50期指 未平仓合约有66万张 合约总规模高达570亿 断股都是炒入魔的了 估计中资股会受惠 大协国企股指数也可以追落后 但资金层面也要留意着 看人民币的拆息 人民币的资金非常紧张 利岸人民币抽升星星期一的时候 一度升到138厘 去到今天 估计可能不会去到百多厘的夸张 但仍然会很紧张 估计隔夜拆息有机会都高见几十厘 拆息抽升市场有不同的解法 什么解也好 都要留意着拆息这么高期的情况 是否会延续 另外看市宽的情况 三线市宽相当不错的 股价高过250天线的长线市宽 50.6%升了0.2个百分点 股价高过50天线的中线市宽 42.3%升了2.3个百分点 三天线高过18天线的短线市宽 50.1%升了2.9个百分点 又回到50%的流上了 不是相当不错 另外强势日势股指数距离拉阔了 亦是显示后市应该有个不错的表现 强势股指数54.6%升了4.3个百分点 弱势股指数10.6%跌了1个百分点 今天过股短评 说一下这一款 虽少说点 是中资证券股来的 国泰均安1788 1788现在在成交率密集区的顶部 和下降趋势线的 表现比恒指较为信息一点 但是估计仍然有反弹的空间 综合我们EGFQ的资料 估计2017和2018年的盈利增长率 是3.8%和1.3% 预测市场率是1.8倍 估值合理 至于今天的大市焦点 当然除了香港今天是价后伏市 和内地A股今天都是价后伏市之外 当然都是要盯着内房股 大家都挺游身 星期一的时候 内房股升档妈妈都不认得 又是恒大带头的 为什么这样升 其实是很多解释的 有些是拨高息的 至于楼市方面 今天早上看内地的报纸说 北京部分区域的二手楼成交量持续下跌 5月份的北京二手成交量 按月跌了两三成 就说那是楼市开始降温 二手楼胶头小 是不是真的代表楼市降温呢 其实这个现象都可以参考香港这边的情况 恒大星期一的时候升成两成三 有些就说是抢货平淡仓 有些就说他博他入蓝筹也有 他现在市值大概16亿左右 高是高过华润置地的 但是高不过碧桂园的 碧桂园有2000亿市值 所以入蓝筹排队未必到他 股价来说已经是极度超买的了 90多的RSI 其他的市场焦点 今天可以看8198 新豪环彩 新豪国际就宣布会向500.com 出售新豪环彩8198 四成的股权 就是全部股权的 总代价是3.2亿的 其实新豪环彩 5月中就开始炒高了 都是炒新豪国际会卖 卖下的股票的 估价又不用3号 现在炒到上5号了 星期一升了两成的 到底这个新的股东500.com是什么 它是一间中国的网上体育彩票 服务供应商 在纽约交易所上市 看看今天新豪环彩 到底是好消息出货 还是可以博下 做了这个网上体育彩票 服务供应商的旗下公司之后 有什么新的搞作 另外一单也是焦点 当然是看科通深城 今天终于服牌了 公司就说已经和深圳警方报警了 亦都愿意邀请唱衰他那间的风火研究 去参观他们公司 这只科通深城 5月22号就开始停牌了 股价被人抢了抢之后 由11元跌到7个几百元 都不是说不伤 另外一只都是今天服牌的 就是钦尾弹319 公布建议私有化计划 现金注销价每股3.01元 比停牌前收市价有日价大约2.7元 同时计划撤销上市地位 期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期留意下旅游刑镜收市报导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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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